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他们俩已经是18岁了 但是他们俩现在已经非常高兴了 高兴在哪呢 自己已经比一年多前要多长高了30多厘米了 是吧 这是一对不幸的双胞胎姐妹 1991年出生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异常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家长慢慢就发觉到不路 怎么别人家的孩子都正常的长个 自家的孩子个头就是不见变化了 这对双胞胎到了15岁 身高还停留在一米 模样看上去也就是三四岁的样子 怎么办呢 这可真的愁坏了父母 女亲更是终日以类洗面 直到2006年 他们偶然看到了电视上的报道 来到了北京的一家儿童进一包门诊部 这对双胞胎在此得到了针对性的治疗 结果三文时间就长了30多厘米 姐俩真的开始长高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病导致姐俩身体还小 后来又是怎样的治疗手段 能够让双胞胎姐妹长高呢 你们这双胞胎姐妹 谁是姐姐谁是妹妹 我是姐姐 你是姐姐 你叫 陈红云 陈红云 你叫 陈小婷 陈小婷 一年之前你们多高 两年之前 两年之前 我是一米一 她是一米三 我一米三 那就是刚刚过一米这个标准是吧 一直就是这个身高吗 嗯 那也就是说 以前这十几年 你们俩的个子始终就是这样了 嗯 这位呢就是孩子的母亲 你好 你好 你们家来自于哪啊 甘肃 秦安县 来自于甘肃秦安 秦安县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首都儿科研究所 建高门整部的副主任医师 史定平 史老师 史老师您好 你好 姐姐叫陈红云 弄那叫陈红亭 别的女孩子十五六岁 到了该上高中的年纪 身高至少在一年五以上 也早就开始出现了女性特征 可是这位双胞胎姐妹 不但没有女性特征 身高还停留在幼儿园孩子的身高